接下来的抗争场面 则是在法国的巴黎 那么法国巴黎呢 防疫限制放松的第一天 民众同样的走上了街头 抗疫先前通过了 叫做整体安全法 这个法案的争议是在于其中规定 您只要拍下警方的影像 散播的话 要被关一年了 而且还要处4.5万欧元 大概是新台币高达156万元的罚款 所以拍警察把影片散播 罚款156万台币 这样子的法规 让民众非常的生气 整个抗疫活动没多久 就立刻变调 成了放火焚烧 接下来你将看到法国巴黎街头 宛如战场的情况 28号夜晚的巴黎火光四射 战报警察压制 试图反抗的示威民众 警察与民众以催泪弹和杂物互相攻击 一切混乱场面只因为一个法案 28号有约五万人走上巴黎街头抗疫 要求政府撤回日前一读通过的整体安全法草案 特别是其中第二四条规定 恶意散播警察影像 可处一年监禁和四万五千欧元罚款 法国政府表示是为了防止警察被肉搜和霸凌 不巧的是一周内爆出两棋警察滥用暴力的事件 就是靠监视画面才真相大白 因此法案也被质疑可能助长警察暴力 而有部分民众在游行途中放火焚烧路边车辆 打杂电家 原本和平的游行瞬间变调 除了巴黎 马赛 里昂等70个城市 也都发生警民冲突 但主办单位也强调 这场反警暴运动才刚开始 华氏新闻陈刚兵